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 好,請看齁 307號這一頂 307號這一頂啊 那首先要請各位呢 它雖然是你要看左上角那一隻 先看左上角那一隻 它有標尺寸的那一隻 好,那我們先畫一個圓 先畫一個 好,R28的圓 C,Enter,28 先畫一個半徑28的圓 看旁邊好了 好,點一下 好,給它28 半徑28的圓 然後呢,在它的右邊啊 距離100的地方 有一個半徑15的圓 好,先在這個中心點數啊 停個兩三秒鐘 從水平對出去 100 打下去 追蹤到100的位置 好,然後呢 請你給它15的圓 好 然後呢,我們用相切相切半徑 相切相切半徑 相切點一下 相切點一下 半徑100給它 好,修剪一下 TR Enter,Enter 把外面的修掉 好,Enter一下 下面呢,鏡射 或者是再做一次相切相切半徑都可以 好,鏡射 喔,對不起 忘記關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呢,我們鏡射的話呢 選到它 按Enter以後呢 抓中間的這個中心點 拉到中心點點一下 好,把它鏡射下來 另外一支斜一斜的上去 就是以 我們畫一條直線 你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鎖這個上面這個100的圓心 好,放一下這個弧 放一下這個100的這個弧 圓心跑出來了 點一下以後呢 拉到這個大圓的圓心 要給它點一下 好,這一條叫做鏡射線 用MI 好,你在鏡射之前 也可以先把它做修點 修剪 把裡面這邊先修掉 沒關係 當然你可以最後再修 好,但是不要忘記就對了 來MI 我們把它鏡射上去 把這三條 把這三個弧鏡射上去 這邊點一下 拉到這邊 再把它點一下 Enter 好,告訴各位 對,這個弧跟這個弧 銜接起來正好就是一個圓 這兩個都是100 所以呢,如果呢 假設我們畫一個圓 從這邊 這樣子的 拉到這裡 那它的圓一定是跟它重疊在一起的 你看一定是重疊在一起 所以呢,我們呢 到這邊拉,這一隻拉就跑出來了 好,這可以刪掉 修剪一下 那你這時候可以把它修剪一下 TR Enter,Enter兩下 把這邊再修剪,修剪掉 這一隻就是我們的主角 但是它的角度不對 它的角度不對 它的角度不對 所以呢,這時候啊 我們可以呢,畫一條線 L 好,那麼呢 去強制鎖切點 強制鎖切點 到這個圓上 這樣子 再到這個圓上 強制鎖切點 強制鎖切點 好 這條線啊,等一下有用 再不然的話呢 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啊,如果你對強制鎖切點 這個方法不熟的話 也沒有關係 來,我們用建構線 XL 我教你一個比較容易懂的方法 從圓心點一下 這個小圓的圓心點一下 拉到這個小圓的圓心點一下 好,同學 那請問 我這條線 偏移多少出去 正好可以跟這個圓相切 這個小圓是半徑15 所以偏移O 10個O 這樣出去 是不是也是可以跟它相切 沒錯吧 OK 所以呢 這個呢 這條線啊 現在呢 就是呢 形成以後 我們要想辦法把這條線 變成幾度呢 把它變成啊 45度 因為呢 這條線啊 好不好 你變成45度呢 就是它要的 什麼 就是它要的角度了 好 那怎麼辦呢 好 來我們畫一條線 好 那麼你可以呢 鎖終點啊 那麼隨便鎖一個 在這條線上 隨便鎖個點 那麼我們就好 焦點好了 沒關係 點一下 那麼呢 它要45度 事實上呢 以它現在這個應該是要135度才對 135度 好 因為它是在左上角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的是 拉一條135度的線 好 這條線呢 其實呢 好 就算不在這邊拉 你呢 在旁邊隨便拉一條也可以 反正讓它有地方可以對齊就對了 所以呢 你這條線呢 你就算在旁邊拉也可以 你到旁邊找個地方點一下 你拉一條正確的45度的角度 也就是135度就對了 好 這條線當作我們的對齊的基準 好 來我們開始對齊了 AL 因為你原先並不 你原先這條線呢 並不是 並不是我們要的45度 所以我們要把它矯正 好 讓它這個呢 轉變過來變成45度 好 然後呢 我們把該選的選起來 好 該選的選起來 好 注意喔 這條線不要 這條基準線不要被選到 好 Enter一下 然後呢 接下來呢 要怎麼對齊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呢 你可以在這條線上 早點做對齊 這條線上早點做對齊的話呢 比如說這一點點一下 對齊到這邊 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也有焦點 點一下 對齊到這邊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Enter 注意 這時候千萬不能調整比例 要不然它會縮小 不要調整比例 我們對齊而已 我們不調整比例 我們按否 好 同學 這樣子45度就過來了 這條線就是我們要的角度了 好 我再復原一下 如果呢 剛剛這個對齊 你在這條線上找那個點 你覺得不好找 那也可以 那麼呢 我們再對齊一次給各位看 AL 這時候呢 你一樣把該選的東西選起來 好 Enter一下以後呢 小圓的圓心對齊到第一個點 這個小圓的圓心 晃一下 這個小圓的圓心就跑出來了 這個小圓的圓心對齊到這個焦點 這個端點點一下 這樣也可以 因為這兩條 這兩個圓心的連起來的線呢 跟外面那條黃色的線是平行的 OK 好 然後呢 都對到以後 Enter拉過去 他問你要不要調整比例 不用 按否 這樣也可以達到我們的要求 有沒有 這兩條平行 那就代表他已經達到45度的一個 層次 一個情況 好啦 這條出來以後呢 接下來就簡單了 我們按XL 好 我們呢 把這條線啊 所四分點 拉一條 點出去 這個焦點就是我們要找的目標 好 這個就是正列的焦點 剛剛如果你不用建構線的話 你隨便畫一條線也可以 鎖這個小圓的四分點 拉過來 跟他鎖到一個焦點 這樣也可以 好 OK 總之呢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找到這個焦點 找到這個焦點 角度對了 焦點有了 我們開始找 環形正列 我們AR 我們做個環形正列 環形正列的話呢 小心的把這邊選起來就好 好 注意看我框的這一邊 我框的這些 框的這些選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那隻骨頭啦 我們叫骨頭 Enter一下以後呢 用環形正列 選擇這個焦點 當做我們的環形正列的焦點 錯了 做太快 不好意思 這邊要靜射過去 另外還有一支啦 用一支 好 MMI 這邊 這邊 不要忘了 這邊 它的對面還有一支 差點忘記做 以這個焦點 這條大大的這條 這條 這條那個什麼呢 當靜射線喔 這條長線當靜射線 有沒有 靜射過去 就往這個方向拉就對了 點一下 Enter 要這樣才對啦 這樣才是我們的一個 要環形正列的目標 就說 點不點不點不點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做環形正列 AR 好 小心的呢 把該選的選起來 這時候如果選到這條短線 也就算了啦 沒關係 這個短線最後一定要刪掉的 包括這條長線也是最後要刪掉的 好 來 環形正列 OK 以這個點當做基準點 這樣子 一共四個 Enter 360度沒有錯 所以直接按Enter 好 各位 再按Enter結束 我們這邊就做起來了 好 我們呢 再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環形正列 記得這兩隻骨頭都出來了 在做 而且角度一定要對 好 來 來 AR 全部選起來 Enter一下以後呢 旋 環形 好 焦點呢 這樣子呢 OK 項目給它4 Enter 360度沒有錯 所以給它Enter 再Enter 就結束 好 注意 要先把它分解 先把它分解 分解呢 選這個分解的指令 隨便找個弧 隨便找一支點一下 Enter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 我們這邊要把它刪一刪 注意 或是你最後再刪也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要畫 就是上面它這邊 這邊有一個圓弧在這裡 一個圓弧在這裡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 那麼呢 給它CEnter TEnter 相切相切半徑 好 相切點一下 相切點一下 半徑它跟你講 25 好 出來了 修剪一下 齁 TR按兩下Enter 修剪一下 這一個 我們再做一次 環形正列 齁 AR 好 選到它之後呢 按Enter 一樣 齁 環形 以這個正中央的點 當作基準點 這樣子 好 給它四 項目四個 Enter 一樣是360度沒有錯 所以按Enter 好 再按Enter結束 各位呢 這時候呢 它的形出來了 齁 我們呢把它呢 齁 把它分解以後 這邊就可以真正的把它刪掉了 這個形到這裡齁 已經完成90% 它外面還有一圈 好 外面還有一圈 來我們來看一下 外面這一圈要怎麼做 好 請各位看一下 請各位呢 先用一個 矩形 把它整個圍起來 先用整個矩形 把它圍起來 圍起來 圍起來之後呢 圍起來之後呢 我們用邊界幫的Review 好 注意 這個時候請你這邊 一定要選聚合線 哈 你不能選面積喔 選面積等一下你沒有辦法 整體偏移出去喔 所以請這邊務必要選聚合線 你這邊要特別注意 齁 你來選面積齁 那會多做的 來 聚合線 按點選點 在這個矩形 跟我們這個圖形之間 斬 ceremony 按個ENTER 他就會呢 有一個 有個輪廓線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 好 我們在偏移O 往外偏移X X齁 嘿 選到這個邊邊有沒有看到 全部都亮起來了 点一下以後往外丟 X出來了 ENTER 這一體就畫好了 這邊可以把它刪掉 好我們這一體畫到這邊 就算结束 好来 交给各位